剛剛有一個舉手,就是妳知道,非常讓人 馬總統你好,我是宮崎三B的廖宇 然後我想要問的問題是,目前兩岸的關係它不如以往 然後我想請問馬總統,就是目前的狀況 我們應該怎麼使兩岸人動的關係有所改善 除了承認九二公司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問到要害了 我覺得這個議題還蠻有研究的,是不是 一點點,不簡單 基本上各位都知道,在我上任之前 兩岸關係也是處於相當飛靡的狀況 因為兩岸之間之所以有一些差異 當然是因為大陸,它一心期望地說 統一中國,希望兩岸能夠合併 但是事實上確實是有相當多的困難 所以很不容易地達成任何的共識 那麼在1992年的時候 台灣一定不要讓大陸感覺到對統一沒有希望 不要讓它覺得絕望 這樣的話比較多的大陸打交道 它話講的是相當坦白 其實我們所有的努力也就是如此 兩岸能不能統一 當然是台灣人民必須要統一 但台灣人民要統一是非常不容易 我們已經是個民主的社會 因此需要雙方透過更多的交流 慢慢地達成共識,急不來 所以我一向是主張要循序漸進 到時候才能夠很自然地產生 你趕得太急的話,趕得欲速則不大 我們平安話有一句話 夾勁,怎麼樣?弄碰碰碰,對不對? 吃飯吃得太急了,把碗弄破了 那這當然就達到目的了 因此我們覺得這個事情一步步來 最重要的是雙方的人民都要同意 也許大陸人民覺得他們都同意 台灣就不見得了 但要怎麼樣的同意呢? 又由台灣的了解起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充分地反應他們的看法 一步步地達成 所以我們覺得兩岸真的要統一 不是只有和平統一 它應該是民主統一 但是台灣的民意受到充分尊重 台灣的人民要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下 去做出這個決定才有意義 但這個講話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是想這個面向都要了解 但是大家希望兩岸都盡快來恢復 如果像我們在執政者那樣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需要 像我剛剛講的 對於像九二共識這樣的關鍵的理念 能夠有一個進展我覺得比較有機會 我覺得的話可能情況 會繼續地朝目線的方向 然後還下去